今天要來開箱 桃園最新 頂級和牛燒肉 澎湖明蝦吃到飽 筆點大A5沙朗牛排 吃兩塊就為本 超狂活動澎湖明蝦 成本超高 嘿大家好我傑克 今天人來到桃園的中立 又來到桃園就知道 一定是要來開箱 桃園最有名的燒肉吃到飽 桃園真的是超多 超強燒肉吃到飽 我最近看到我身後這間 三七燒肉專門店 他出了一個全新菜單 A5和牛吃到飽 全新三種價位吃到飽 他原本好像是做那種 平價燒肉 就是一千以內的 價位的燒肉吃到飽 但是他在七月二十八 全新推出 最貴價位有 一個人二三八八元 加10%服務費 就擁有 各式A5和牛 A5沙朗牛排 各式頂級海鮮 海大蝦 澎湖活動明蝦吃到飽 非常的厲害 我之前有吃到澎湖明蝦吃到飽 只有吃過一身燒肉有 也是在桃園的中立 這裡好像離一身燒肉蠻近的 這邊附近也蠻多吃到飽 這裡開了好幾間 一定是要來開箱最強最高價位 2388加18服務費 來看他的A5和牛 和他的海鮮豐富名蝦 吃起來如何吧 我看他們的A5和牛 是用鹿鵝島、宮崎 還有熊本三種產地的和牛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 他的和牛厲不厲害吧 在影片開始前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樂推我的影片 想要知道我更多的東西 可以追蹤我IG和MV 那我們直接進去開始吧 Go 我現在入座啦 那他這邊這張菜單有6種價位 628、828、928 平價價位 跟他今天728第一天新推出的 全新泰山 1688、1988跟2388 高級日本A5和牛價位 那今天老樣子 來開箱最貴價位2388 就擁有 日本A5沙朗牛排 跟澎湖活動名蝦吃到飽 感覺來這邊吃 這兩個就輕鬆回本 但他有一些點餐限制 他的間隔是5分鐘 然後每次可以送8樣 每一種商品限點3份 他的活動名蝦一次限點2吃 然後A5沙朗牛排一次限點1份 然後他還有很多製作吧 然後會全品限開箱 那我們跟他點餐吧 他這邊也是掃QRCO點餐 然後他們是用炭火燒烤 很不錯喔 大家都在炭火燒烤 那他這邊已經全部上行 非常的多樣 大概一一來介紹一下 他這邊有他的 和牛拼盤基本盤 3、4種組合的拼盤 然後還有他們單點的 一盤一盤的分量 跟他們的澎湖海大蝦 和澎湖明蝦 他一次限點2吃 剛剛點了兩輪 那我們趕快來開烤 看起來真的滿厲害的 我覺得他們這邊最狂的 除了澎湖明蝦以外 就是這塊最狂的 A5沙朗牛排 一次限點1份 真的狂 等下趕快再加點1份 等下再烤 目前是我吃過A5和牛的牛排 也最大塊 他說這個有6盎司 大概180公克 猛的 他們的原盤基本盤是薄切 然後他們說他們的這個 點同一份的是厚切的 他今天是紐約客 我們先來下A5紐約客 跟厚切紐約客一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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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感覺就是一個和牛自有的一天 非常多的和牛 蠻好烤的 完全不黏 非常漂亮的色澤 日本和牛真的有 現在是基本盤紐約客 長條形的我最愛 再來是短板的後切紐約客 加點蔥鹽 它這個長條的紐約客 薄切 吃起來很像那種 五湖牛小排的長條形的口感 比較偏油 吃起來是那種油的香氣 厚切的話就是那種 肉味比較重 肉感四足 真的很不錯 趕快來下雙醬 腿三角 腿三角 看起來超油的 它幾乎沒有肉色耶 超粉 超油 好香 我們現在來吃最猛的 哇 還滴油 腿三角 酸醬 最後一盤 鞍下 哇 剛剛吃下來 腿三角 雖然它都是油 但是它吃起來 不是那種入口即化 它是那種 微彈 然後有脆彈的那種 油的口感 很猛 雙醬的話就是偏油 但是它是有一點肉感 好像是比較偏入口即化的 A5和牛 然後按下的話就是 它比較偏 有肉感 肉味滿重的 比起來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 雙醬跟腿三角 因為它的油脂 讓它更香 好 那我過不及待 我們現在下這個 A5沙朗牛排 一定要先下 趕快來品嘆 它這邊最強牛排吧 直接下兩大片 真的強 旁邊拿來烤干貝 生死雞干貝 也看起來滿大的 我們現在來剪它 哇 超好剪 A5沙朗 它的旁邊都有油脂 然後帶一點筋 太強了 跟剛剛肉直接有一段差距 超強的A5沙朗牛排 可以同時享受到油脂 然後筋 還有它的入口即化的肉 而且它的牛排滿有厚度 但是它卻能讓你入口即化 真的很強 來吃生死雞干貝 我覺得它剛剛那個A5牛排 至少跟我之前在益生燒 都吃到的那個神戶紅酒牛排 有同等級 算是我們目前吃到 前三好吃的A5牛排 而且它真的是分量超大 我覺得它2388這個價位 你來這邊點兩片A5牛排 兩份米蝦你就回本 真的是隨便都吃回本 你在外面當點店 你兩份米蝦兩份牛排 可能就超過2388了 來吃生死雞干貝 搭配它的蔥鹽醬 蔥鹽生死雞干貝 我覺得它這個蔥牛醬超讚的 它的蔥薑和白胡椒的味道非常重 吃起來很帶勁 整個就是超香 配上肉是真的讓它層次更豐富 我直接要了一碗 繼續開吃A5牛 黃瓜條 來吃黃瓜條 剛剛吃過的蔥醬 現在來下一板煎小排 它這個後切煎小排油花超好看 先來吃薄切液板 厚的 它這個後切液板黃滴油 剛剛咬下去直接爆油 它也是那種入口即化的口感 一板煎得不錯 而且有筆薄切的好吃很多 這應該是腳切 A5雪花 這也是偏油 赤身 前胸 我們先來吃A5雪花吧 最基本的口感 它這邊的A5雪花 真的是很粉嫩 入口即化的A5和牛 滿讚的 基本的就滿好吃 先來吃前胸 赤身 赤身的話就是它比較需要咀嚼一下 會回彈的口感 前胸的話就是感覺介於兩者之間 然後我覺得它這邊的油花都滿厲害的 它這邊油花就是 不是那種入口即化 就是它是會 就是比較脆彈的口感 然後那個油脂的香氣又很香 攪切 吃起來還是攪切最好吃 因為它這個攪切 很像我最近去吃 走合眼的後腰級 就是那種一塊一塊 很像那種骰子牛的升級版本 A5和牛賽子牛 越嚼越香 而且它後勁還很甜 香甜的口感 然後那個油脂的香氣真的是超萌 好 我們現在來下重頭戲 澎湖明蝦吃到飽 這裡吃起來目前我非常滿意 讓我回憶起一生騷肉的經驗感 澎湖海大蝦 蝦子我們先把它放涼 我們先來下松阪豬 還有伊比利豬 我們先把醋肉吃掉 松阪豬 它是 也算是厚切松阪豬 比較有厚度 先來下伊比利豬 來份爆炒松阪豬 我的最愛 好 我們現在還是要來介紹一下它的制豬肉 配著它的豬肉一起吃 它有炸物區耶 剛剛有薯條 然後現在是雞筷和洋蔥圈 洋蔥圈 就是中規中規的炸物 它這邊的蔬菜可以自己拿 有滿多種的 泡菜跟一些醃製小菜都可以拿 海帶絲 泡菜 再來吃爆炒松阪豬 它松阪豬滿厚的 我覺得可以烤得比較久一點 像我這個就是 它烤得比較軟嫩 但是烤久一點的話 松阪豬應該會比較脆 它是真的滿厚的 來試吃伊比利豬 它的伊比利豬 應該是伊比利梅花豬 吃起來真的是比較脆彈 然後薄片 然後又有牛肉的口感 很不錯 我覺得會比松阪豬好吃耶 吃一個它的滷肉飯 它滷肉飯還滿屌的 它滷肉飯非常的香 感覺是滷很久的那種 像那種老滷 你在旁邊兩公尺都能聞到 它超重的滷肉飯味道 嗯 它的滷肉飯是那種超肥 超油 感覺滷很久 是那種比較香 比較油 比較肥的滷肉飯 有點像滷蹄旁的味道 就是那種 喜歡吃肥的滷肉飯的人 會愛的 我們先來吃這個蝦子吧 我們先來剝 先來剝海大蝦 烤的我比較不會剝 澎湖民蝦 我們先把它剝完吧 先來吃澎湖海大蝦 來吃澎湖民蝦 嗯 嗯 它的海大蝦吃起來也滿甜的 然後它的澎湖民蝦 我會覺得更鮮耶 因為他們的民蝦 都是用活動民蝦 它那個海鮮的鮮味更重 然後更脆 它又鮮又脆 看你喜歡吃那種海鮮的甜味 還是海鮮的鮮味 各有特色 但是它澎湖民蝦 吃起來會比較厚實包滿一點 等一下一定要狂點澎湖民蝦自油 加上A53的牛排自油 好 那我們繼續來介紹其他的 美國牛小排 A5橫膈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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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牛小排 日本橫膈膜 泡菜配牛小排 美国的套牌就是 你去格斯科买一个pride的牛排回家先 就是这种味道 还蛮嫩的OK 然后它的肉味也是特别重 横格膜 横格膜配个葱盐 横格膜吃起来也是有蛮多的 但是它带点绞劲 然后吃起来有横格膜独特的那种香味 也很不错 快吃完了我们刚刚疯狂加点 剩最后一盘A5黄瓜桥下碗 先来吃牛舌 来个葱盐配牛舌 先来吃葱盐A5牛舌 熟悉的味道 它这个就是928的价位就有了 牛舌一定要加葱盐 特别赞 脆脆然后QQ的 黄瓜条 黄瓜条油脂比较少一点 好 我们现在第一轮吃完了 在吃的时候陆续加点的一些好料 我们等一下等第二轮上完 再介绍一些新菜车 跟必点回本攻略 我们现在第二轮送去上鞋了 直接点了3块A5沙昂牛排 这3块成本可能就超过1000 真的是轻松吃回本 它的A5角切肉很像我之前吃到的后摇旗 一定要来一盘的 超赞的 然后澎湖名家 点了5次才点到10只 还有它的干杯 来个干杯自有 这就是我推荐的项目 刚刚点了它的阿根廷大鱿鱼 和茶泡饭来试试看 然后它们这边最贵价位 也是有各种啤酒喝到饱 Sapporo啤酒 吃一盒牛之前干一杯 再来下A5 档牛 好 我们在烤的时候先来吃鲑鱼茶泡饭 它就是香葱 鲑鱼 然后泡在饭 它汤汁还蛮多的 蛮清淡的口感 和牛吃菜你也可以配一点这个解腻 我们来看下干杯吧 干杯自有 哇 它刚刚跟我们说 它们的虾子有七颗的服务 所以我们先给它剥一下 还有一块沙档牛在下 我们来爆炒A5 菜汁 A5 角切鱼 现在吃干杯 现在是阿根廷大鱿鱼 蛤蜊 干杯自有 沙档牛排 它刚刚那个火力旺盛 它这个烤的炭香味比较重 我们来吃一个整块A5牛排 没有剪过的 一窝链很大 狂 我们来看看我们吃这块沙档牛要吃多久 计时开始 太爽 一窝鱼 黄克牛排 一口吃 蛤蜊用烤的很饱满 用烤的鲜味蛮重的 那我们来吃这个刚烤好的阿根廷大鱿鱼 我朋友帮忙烤的 鲜 鲜 脆 Q OK 也蛮厚的 用A5角切鱼 配河牛来吃吧 好烤喔 A5盒牛丼饭 直接把它吃完吧 A5盒牛丼饭 直接把它吃完吧 A5盒牛丼饭 A5盒牛丼饭 要蘸掉 A5盒牛丼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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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下刚刚最后它帮我剥好的澎湖弥虾 真的是要狂嚇澎湖泥蝦人 明瞎自由 泥蝦 泥蝦 洪湖海大沙 真的滿爽的 它這邊加39元還可以不過烤兩次 我覺得如果你有點火鍋 可以把蝦子抽丟進火鍋一起 烤和牛吃蝦子更方便 讚的 最後一隻米蝦 好我們吃完了 我們先去吃個甜點 好我們先來吃甜點 還有烤的布朗尼 年花糖 冰冰地瓜 還有麻糬 就正常的 都來一份 那我們在烤的時候來吃這個 尼寫口的冰 各式小蛋糕 看起來很像草莓 黑森林 黑森林 麻糬 三煉乳 富朗尼 冰心地瓜 烤 烤棉花糖 可以沾一些嗎 沾一下煎乳 好我們吃完了 那真的是非常的滿足 今天吃了超多A5和牛牛排 那我們就外面做個結尾吧 Let's go 好我們吃完了 那我吃下來的感覺 我真的是非常的滿意 因為 它的2388價位 的A5和牛牛排 我個人覺得它比一身燒肉的 1880的A5和牛牛排還好吃 所以我覺得它絕對是有2388這個價位 而且我覺得它給的不手軟 它的沾長牛排就是給一大片 你真的是吃一塊 外面單點一定超過1000以上 吃兩塊就回本 真的是你隨便來這邊點 都能回本 因為它一定點得到兩塊 然後一定也點得到 最少也可以吃到10隻明蝦 你隨便吃都能回本 而且它的品質真的是有超過 我在其他店吃到了 2000塊吃到飽以上的A5和牛牛排的價值 它算是我吃過吃到飽裡面的A5和牛牛排 有算是前三好吃的 它也是有剝蝦服務 這樣你就狂點明蝦和海大蝦 然後店員幫你撥好蝦 你再狂下狂吃就好 它也是有加39元就有加火鍋 但是我今天沒有加 如果覺得燒烤太慢的話 也可以投入丟進火鍋的一組 會更快 然後它這邊最便宜價位629到 最貴價位2388 就是你想要吃什麼樣的等級的價位都有 而且它吃豬巴的東西算蠻多的 各式甜點水果炸物 滷肉飯各式蔬菜還有沙拉巴 全部都有 它最便宜價位628加10% 就可以吃到這些蜘蛛巴沙拉巴 按燒肉吃到飽 我覺得最便宜價位也 CP值也蠻高 然後最貴價位2388 一定要像我這樣點 點幾塊A5沙拉牛排 明蝦輕鬆吃回本 第三名我會給A5角切肉 吃起來真的是 就是那種升級版的Size牛 也很像我之前吃到的A5後邀請 真的越吃越香 來這邊狂吃這閃響 然後再點些干貝 阿根廷魷 配些海鮮 狂吃A5和牛 真的享受 而且它這邊環境跟裝潢還蠻酷的 有點像那種酒吧風 然後它點餐的QR Code的模式 也蠻OK的 就是一定是讓你吃得飽 然後讓你吃回本 CP值真的超高 那以上就是這次 桃園中壢最新燒肉吃到飽 A5沙拉牛排 澎湖明蝦吃到飽開箱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還想看我餐要什麼挑戰 或會看要什麼餐廳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我是傑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喔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們下部影片 determine